《非法律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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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問王冠 其實怎樣才能夠成為法官? 過程嚴謹? 需要發文、社會、建功嗎? 理論上是很嚴謹的 輪選法官有法可依 按照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 三位非法律界人士 兩位法官、律政司、大律師公會 和律師公會的代表 這幾位人士 作為推薦委員會的成員 去挑選一些法官出來 法例的字眼寫得很死 說是必須依足去做 以我的個人經驗來說 我被拼任做法官的時候 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 非法律界的人士 我反而見過五位法官 但是法例裡面 就不是這樣寫的 他沒有說需要見五位法官那麼多 所以在現實生活裡面 和法律所寫的條文是有些出入的 香港的制度是這樣 英國又是怎樣的呢? 英國民間智庫 Policy Exchange的報告指出 法官是經由獨立司法人員 聚用委員會的推選 連這個司法大臣都幾乎沒有發言權 前英國司法大臣Jack Straw 他在在任期間 曾經處理過一宗法官的推選 剛巧 Straw對於候選人 認識和有意見 他覺得他是不勝任這個工作崗位 但是因為制度上 只是推選只有一個候選人 當時又剛巧接近英國大選 他不想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以及別無他選之下 他就做了一個橡皮圖章 同意了這個委任 30個月之後 這位法官就用健康理由辭職 講到Jack Straw 有些東西我想補充 他曾經說過 若果在輪選法官的過程裏面 現在的制度就太過著重於 法官選法官 他認為這個制度是需要改善的 他說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傳統性的問題 是很難推翻 但是他認為怎樣難推翻也好 都應該要改善的 Jack Straw所說的話就帶出一點 就是香港的法律界和司法界對於司法改革這個議題 就是唯一一個禁忌 但是Jack Straw他認為司法改革不單止可以討論 而且他是推行改善的 這個其實在香港來說值得我們借鏡的 我也認同黃官這個說法 司法改革並非是碰不得的 應該是與時並進 你看看英國在2005年 都曾經進行過這個司法改革 司法制度是沒有免於檢討 免於改革 碰不得動不得這個道理 那司法改革會不會被視為施壓呢 會不會影響到司法獨立呢 司法獨立是重要 但是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 既然是這樣 香港的制度有沒有什麼改善的建議呢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參考 英國司法改革這個態度 其實應該與時並進 改善輪選法官 我們可以從多方面著手 包括入職的法官 應該要經過一些嚴謹的考試 新入職的法官 必須要有足夠的實戰經驗紀錄 例如他處理過多少件案件 哪些案件的類型是什麼 在輪選法官的過程裏面 應該多些是用 譬如有民望的退休法官 作為選拔者 用多些有民望的非法律界人士 參與給意見 究竟這位法官 是否適合做某一個法官的崗位 司法改革的第一步 亦都是最基本的一步 就是要放棄碰不得的思維 我們亦都應該要馬上 重促去正面地改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